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台灣時間記者會當中回答了有關於北韓在拜登訪問亞洲期間可能進行飛彈試射又或者是核事報 他表示已經跟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過電話 這是蘇利文3月14號跟楊潔篪在意大利羅馬7小時會談之後的再一次會談 美國國安會表示這次通話也是延續3月之後會晤的議題包含了區域安全非核擴散 也觸及到了烏克蘭戰爭以及美中關係等特定議題 另外俄烏戰士現在已經進入了第85天了 俄羅斯在星期三的時候宣稱正在烏克蘭動用新一代的高性能雷射武器 可以燒毀無人機有效對付西方國家提供烏克蘭的大量軍火 並且可以讓地球上空最高1500公里的衛星因此而癱瘓 俄羅斯方面透露一管名為佩列斯韋特的雷戰作戰系統 已經廣泛部署於烏克蘭 不僅如此 俄羅斯手上還有比這更強大的雷射系統 俄方宣稱已經在隊伍戰爭中動用了這個武器的原型名叫札蒂拉 但是俄國的說法還未得到證實 而網路上一段影片顯示烏克蘭M777榴彈炮遭到俄軍的打擊 M777是美方軍援烏克蘭最先進的武器之一 另外首度有被控犯下戰爭罪的俄國士兵認罪 21歲的坦克軍指揮官西西馬林被控於在烏克蘭蘇梅州 殺害一名手無寸鐵的62歲平民 在基伏地方法院開庭審理之後 他正式認罪 而CNN的記者也走訪位於盧甘斯科州的比洛哥里夫卡 在這裡俄羅斯遭到戰時以來最大的挫敗 到處都可以看到俄軍被摧毀的坦克 而日前麥當勞表示 將結束經營三十多年的俄國事業 不再使用麥當勞的品牌以及菜單之後 大批的國民眾前往碩國僅存的麥當勞店家 即使要等幾個小時也要品嘗最後漢堡的滋味 記者綜合報導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